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最美好的时刻 网络上有一篇小故事提到 有位年轻富有的小伙子 在他附近去世时 为他留下一座美丽的森林庄园 但不幸的是 这片森林还没有来得及 被变卖为现金 就遭到一场大火无情的摧毁了 看着原本绿意昂昂的树木 一夕之间变成了黑漆漆的焦炭 这位年轻小伙子正是伤心欲绝 为了让森林庄园 恢复到最初美丽的模样 他向银行申请了巨额贷款 但是屡次遭到银行拒绝 年轻小伙子顿时觉得人生跌到了谷底 而就在他感到失望绝顶时 有一次他走在大街上 转过一个弯 就立刻被一家人山人海的商店吸引 他上前一打听 原来这些家庭主妇正在排队购买 用来烤肉和冬季取暖的木炭 年轻小伙子的眼睛忽然一亮 立刻跑回家 雇了几个炭工来 请他们把庄园里烧焦的树木 加工成优质的木炭 没想到这一大批上好的木炭一上市 就受到了市民热烈欢迎 过没多久 几千项木炭就被抢购一空了 于是年轻小伙子 用这笔钱买了大量的树苗 几年后 消失的森林庄园又再次恢复绿意盎然 亲爱的朋友 在你的一生中 是否也像故事中的年轻小伙子 曾经对人生失望透顶呢 有一篇文章说 困难使人生充满乐趣 作者说 既然困难是人生必然的一部分 就算你不想要 它也会来 而且常常是不请自来 所以我们最好用正面积极的态度 来面对它 迎接它 胜过它 当你换个角度来 看待问题困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困难是人生充满乐趣 虽然每次困难来临时 我们总是希望问题 能够赶快地解决 难处赶快过去 但在上帝的眼中 每一个困境 都有它宝贵的意义和价值 因为一个人要成才成器 都需要经过磨练 才会成熟老练 如同圣经里的墨西 在他人生的前40年 他学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胸怀大志要做大事 但没有想到 他为了解救他的同胞 血气邦刚一拳就打死了个埃及人 所以不得已只好逃到旷野 而这一逃就是40年 然而 这些磨练 塑造了摩西的生命品格 也孕育摩西成为信心领袖 以至于他可以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当摩西在旷野 他举障向天 天就降下马那 供应以色列人吃饱 他敲打磐石 磐石就流出水来 使以色列人喝足 原本看似困难挑战的经历 反而将摩西的人生 推向充满神迹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 在困境中 学习信任上帝的时间表吧 因为上帝在你的身边 总有最好的时刻 最美的计划 只要你永不放弃 你的未来总有出路 有新的开展 祝福你 你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挑战 都将成为你生命中的养分和祝福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它就得帮助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